Hello 大家好 我昨天有在多班上问 就是如果我录一个 我清理我自己美妆或者衣橱的视频 会不会有人想看 然后就收到很多赞 然后还有一些肯定的答复 我就在想呢 我今天就来录一个 我收拾我的美妆collection的vlog 是这样子的 其实我一直都很想来收拾一下 因为真的特别特别的乱 就但是我一直就因为懒嘛 所以就没有及时的收拾 而且的确是用品越来越多了 所以就总是拖拖拖 就是我说到大家的反馈之后呢 感觉这些肯定的答复 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动力吧 所以我现在就赶紧把这个视频做了 然后希望我做完这一次的vlog之后 还会有收拾我衣橱的vlog 然后我今天脸特别特别的重 然后看到我的痘痘了嘛 就是我额头不拉就有一些闭口 然后这几天又变得严重了 然后下巴也长痘了 连这个地方连鼻翼好像都有痘痘 就主要是我马上就要来生理期了 所以整个人现在就是 整个人肿的已经快要不是自己了 不说什么废话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自己这些东西到底有多乱 真的超恐怖 我觉得家里面到处都是我的化妆品 那个首先可以在这里看到 就零食蜡烛吊牌 还有小票还有水杯 什么都丢在一起 这是一个手霜 就这一块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就是我的桌子 桌子上有各种神奇的东西 面条小样化妆包 西游面纸 然后还有这个身体乳 还有眼镜布 还有我的零食 然后抽屉里面就还是有一些美妆品 然后再看另一个桌子 另一个桌子上面有隐形眼镜 还有我的卸妆巾 然后这个地方就还有两个 每个应该是KA的 我上次说过的那个产品 不知道为什么会被我扔在这里 然后最后就是我每一天化妆的地方 也是我放化妆品和护肤品的一个柜子 然后这个柜子里面先不说怎么样 先说这个台面上 然后这是我的镜子 这个抽屉我就不打算 我不想再用它了 因为这个抽屉被我弄得比较脏 而且我老是把东西不小心扔在这上面 所以其实拉动起来也不是很方便 而且它的这个抽屉吧 太深了有点 我有点不习惯这种 所以呢 situation就是这样子的 这超恐怖 超激乱 然后甚至还有这个 这个Mac Petgrass的这个包装 我当时为什么要留了 这我也不记得了 总之我觉得真的很可怕 然后我想 我这一次想收 主要是我还想收拾一下 这些抽屉里面 就是我一般 我基本的会分类的放在里面的 所以我待会会给大家看一下 我收拾这些东西的全过程 所以我现在就去把我什么茶几上啊 什么床头柜上 什么桌子上那些化妆品都 通通拿过来 放到我的这个美妆这个柜子这里面 然后一块来收拾 我把我散落在家里面 各个地方的东西 基本都拿过来了 大概就是这么多 剩下的 如果有的话 我可能也暂时想不起来 所以就先这个样子 这个我现在就还是坐在我的 懒人沙发然后后面是我的一个衣架 然后衣架也是超级乱 所以我最近就在想把它大肆的清扫一番 就在我还没有开始录这些视频以前呢 我其实在去年差不多这个时候 自己也做过beauty declutter 然后就是我的经验就是 就是我会准备一个袋子 这个把这个把那个 就是把这一次清理中不要的东西 就全部都扔在这个里面 到时候这样一包就直接扔出去 比较方便这样 就像之前我说空瓶的时候一样 所以 哦 好可怕 看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好恐怖 所以我首先就把它清一下 我先看一下这个台面上的东西 真好可怕 首先 首先是什么 首先是一个 首先是一个那个涂在脚后跟上 放着磨脚的那个膏 这个东西还蛮实用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跑到我的化妆台上来了 所以我现在就先把它放在一边 然后这个是一个润唇膏 是Tatcha的这个樱花粉的限量润唇膏 然后我这里面 刚才我还在家里面另外一个地方找到了这个 Tatcha的这个淡红色的这个润唇膏 这个润唇膏也挺好用的 然后我再想想我刚才 然后我刚才还找出了另外一个润唇膏 这个就 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买的 应该是在Hofus的时候买的 然后特别特别难用 所以 应该是买了很久了 然后 特别特别难用 我一买了之后也没有怎么用过 而且它现在应该已经过期了 所以我就把它扔掉了 然后这样还有一个 这个木瓜膏也不能 我的这个乱沙发怎么能 我说我它掉 接下来就还有一个木瓜膏 这个木瓜膏我觉得 不能单纯算润唇膏吧 但是我一直都把它当润唇膏用 它有写保质期吗 太好了 18年9月过期 所以这个我还是可以留下的 然后我就把这几个没有过期的 轮唇膏放在一起 先放在这里 然后待会把它一块的归笼一下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 就是两个护手霜 这两个护手霜呢 这首先是这个 首先是这个 这个MSN的 这个MSN的我写过 我觉得很好 然后它是味道不怎么好闻 是那种没有甜味的杏仁味的 但是这个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保质期只有六个月 这么大一罐 我其实只用了就这么多 三分之一左右吧 过了 它已经过了六个月的保质期之后 我发现它里面就会结那种一颗一颗的 所以我打算就把它扔掉了 接下来是一个身体乳 这个是 这个身体乳我以前也讲过 就是有一点小湿疹 然后还特别干的时候 用它是非常好的 而且它也有一点点修复皮肤的功效 反正是很适合敏感 偏干皮肤的那种 然后这个 我自己就是会把它放在我的桌子旁边 然后没试用来擦一下手 或者是擦一擦这个胳膊什么的 所以这个我也会留下 接下来是一个 Thisbox的买个睡眠喷雾 这个睡眠喷雾 我应该是用了好久好久了 所以 这个上面写着六个月保质期 我觉得我可能是已经有两年了 然后我觉得它没有什么用 所以这个就必须得扔掉了 因为它 因为现在这个状况还是比较乱了 所以我打算拿出一个抽屉来 就来用 还是按照这个抽屉的分类方法来做吧 然后首先我拿的是一个 就成为纯高的一个抽屉 你能看到吗 因为这个抽屉 它就像这种木板的 我觉得它这个木板 就是里面它不是特别的光 所以我就以为它会滑手 然后我就给它 然后就贴了这个垫纸 然后这个垫纸 贴了一阵子 它自己就垫下来一点 而且它里面还有莫名其妙的很多灰渣 感觉可能是这个东西会粘灰吧 我打算把这种灰比较多 然后又有点很难抢救的这种抽屉电脂都撕掉 其实没有抽屉电脂它是可以的 只是它手感没有那么光滑而已 所以这个抽屉就目前是一个比较 看起来不干不净的 但其实它是比较干净的了 让我来看一下我的这堆唇膏 首先我要说的就是这个东西 我在亚马逊上买的 千万千万不要买 因为它那个尺寸不是很合 有好多的那个唇膏 它就装不进去 这都应该是好几年前买的了吧 然后所以首先是一个YSL的49号 它是这个颜色 我觉得它这个质地有点变了 不像我当时买的时候的那种质地了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买的 这个我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买的 所以我也打算把它扔掉 然后还有就是YSL的唇膏 这都是我好几年前的时候买的 是多少号 连4号都已经看不见了 然后也没有怎么用过 这个感觉没有怎么变质 保持期24个月让我想象 哦那应该就保持期24个月的话 我觉得应该也到期了 所以就也不要了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这个也是看起来质量也还挺正常的 哦不过怎么就感觉抹在手上 能看出来吗 那个这个颜色 它有一些渣渣在上面 然后这个唇膏抹完了也变成了这样 所以这个也不要了 然后这个阿瓦格瓦斯的这个小唇膏 这个应该是一个纵品吧 就超级超级小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颜色 这个颜色 我觉得这颜色还挺漂亮的哦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保持期是多长 12个月还是十几个月的样子 这个也不要了 然后还有一个这是什么牌子 Bite Beauty 都是灰呀 这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买的了 这个也是这个颜色 就感觉我以前买过好多就是这些颜色的产品 这个实在想不起来的话 我觉得那应该就是怎么着的两年以前了 然后还有这个Armani的一个唇膏 是多久 看一下 能看到吗 好小哦 就总之这个应该至少是三年前买的 不过这个packaging还挺可爱的 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这也算了 这种一说感觉我大部分的这个唇膏产品都要扔了吧 然后为什么这里还有一个在包装里的 这是什么 55号 YSL的55号 我以前呢就很喜欢YSL 所以我以前买了很多很多 这个感觉这个质量还可以 是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 还蛮好看的 是一个就比较漂亮的红颜色 有点像Tom Ford的那个Cherry Lash 也是那种就是偏日蓝的那种红色 不过这个我也打算不要了 所以就比较不要了 然后这个 这个大家应该都有记忆吧 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那个YSL的52号 那个新米色 当时也买了一只 就是这个颜色 就当时觉得非常好看啊 现在现在一看就是觉得 为什么自己脑子当时抽了吗 非要买这样一个颜色 这个就是这样子 我感觉像在镜头前面这样子聊一聊这些产品 有一种这个产品的告别仪式的感觉 不过我自己还蛮喜欢那种感觉的 然后这有一个Lipstick Cream 这应该是某个礼包里面的 这颜色其实还蛮好看的了 这个这个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还蛮蛮好看的 而且其实它配方也做得挺好的 就是开封之后9个月 那肯定是过了呀 然后它这个色号叫Candy 所以就也不要了 然后这个这个还是终于找到了一个表现 这个是Tatcha的这个纯线笔 这个笔我是前一阵子才写过的 所以这个很吸引 我就把它留下了 然后这个是Armani的501 这个红管的501 让我看一下啊 为什么它们的字都那么小 我猜应该是前年买的 然后这个就是污名药这个颜色 其实吃土上还有点吃土色的那种 所以我这个也打算不要用它 然后这是 这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了 KA的一个纯线笔 也是扔掉 然后这个Colourpop 这个Colourpop应该是去年 还是前年我买过的一个 它这个纯 就是一个亚光的一个纯膏笔 这个颜色非常好看 我自己很喜欢 就是这个最少的这个颜色 但是我觉得 Colourpop这个配方有一点小问题 就是怎么说 它这个东西本来味道就 一般般不是非常好闻 但是而且它 随着你用的时间增长 它味道会越来越不好闻 所以这个我也扔掉了 而且Colourpop应该是很便宜的吧 Colourpop的那个 我记得大概也就七八刀的样子了 然后我发现 这个刚才那一批唇膏 真的必须都要扔掉了 因为我涂到手上 我觉得我的手背就是有一个很强的刺激感 所以我现在赶紧把它擦掉 就好了 不过我还是很想就在他们 就是在我跟这些东西告别之前 我在最后试一次他们的那个颜色 然后想找一找张时 我买这些东西的时候那种心情吧 然后还有这个是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地凡系的小羊皮 这个唇膏 这个唇膏质量我觉得特别特别的好 而且这个唇膏我觉得它这个质量 我觉得它这个配方做的特别好 就颜色挺浓郁的 而且它这个也特别不干 我觉得甚至会比那个 Shalote Tilbury还好 但是它的味道没有 Shalote Tilbury好闻 然后这个我也是大概 我想想 20千卖的应该是 就两三千千卖的吧 然后是一个很好看的这种 比较有点冷掉的一个玫瑰色 是的 不过这个也用了有点久了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扔掉了 然后接下来是一个自身堂的 这算什么 液体唇膏还是什么 应该是类似液体唇膏的东西 然后它的这个 字号是什么RD501 这个应该不是我自己买的 这个应该是我的 就是在它柜台买东西它送的 还是个正装 不过这好久以前的事情 所以我打算就把它扔掉了 这配方那儿做的还不错 然后这是一个 这一个哪个CPB的唇膏 这个唇膏 它这个case 实际上是这样取下去的吗 我把这个case留下来 然后这个唇膏的色号是什么 然后这个唇膏色号 这个这个色号叫302 我觉得这个色号很漂亮 就是我当时在专柜试过之后买的 感觉看起来跟季凡心的那个很像哦 然后这个配方也不错 就是也是好久以前的事情了 虽然保质期比较长 但是我就也得扔了 然后剩下这个壳子 我就可以留下 然后以后再去买一个新的 这样子 然后我这里还有一个CPB的 这应该是CPB的那个 301的那个正红色 这个是我去年才开的 所以应该还可以再用很长时间 哦 我还以为它这个也可以像那个 也可以像这个拔出来 但是好像拔不出来 因为这个是一个 然后这个 这个是它当时的一个限量版 然后 然后这是限量版的包装 然后这个是常规的包装 嗯 接下来是一个 Buy Terry的唇膏 这个唇膏保值30个月 太好了 那我想想什么时候买的 好像是16年的年初 然后是这样子的一个 就深紫色 深紫红色的一个颜色 这个我应该是还会把它留下 所以 这样子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 Jeffrey Star的一个液体唇膏 这个液体唇膏是我去年 好像是去年BeautyLess的福袋里 你看这applicator超大 然后这个颜色就长这样 上嘴哦 不难看 就是那种妆感比较重的 你要画比较重的妆来搭 像没有写开封之后的保质漆 不过 我自己不喜欢这个配方 我觉得它太干了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扔了 然后这个是 很多年前买的 一个G反西的 这个透明的唇釉 我记得当时这个配方 还蛮出名的 我买的是这个粉红色 我还用下去了一点点 然后也是给大家试一下 就是它好像是会有点变色的那种 但其实什么也看不出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 很share的一个唇釉 好像还基本没有变味 不过这个也至少两天多了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扔了 然后这是一个Shantica 这应该是某一个礼包里面算的箱体卡的 迷你唇油 我也把它扔掉了 然后这个是 Patt McGrath的那个唇油套装里面 带的透明的那个Gel 这个我还是留下了 然后这个是去年 应该是去年买的吧 这应该是去年买的 Cat 1D的那个Lolito 对Lolito 然后是这个颜色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所以这个我就把它留下了 然后这个是最近买的 是到手也擦不到两个星期 所以这我肯定留下了 然后这还有不知道什么时候 有的这个小药 也是赶紧扔掉 把手再擦擦 然后我那个 然后我上面的那个透明的抽屉里面 还是有一些纯布的产品 我把它买出来 然后首先是找到了一个失踪了的润唇膏 是那个莱伯尼的这个润唇膏 我觉得最好 一般般吧 然后这个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的 想提卡的赠品 所以我就把它扔掉了 嗯 接下来就是 首先是这个 接下来就是 然后首先这个很多的是 Shaloth Tilbury 这个是去年我买了两支 Shaloth Tilbury的液体唇膏 然后这个是以前 很久以前买的 Shaloth Tilbury的那个唇膏小套装 这个是 Fanelope Pink 然后这颜色也挺美的 就很自然的一个 有点棕的那种罗色 然后这个我买了 大概是有 这个买的 这个应该也是过了保质期了 所以我就打算开生票 然后这个是Amazing Grace 然后还有Leave it up 我有好多那个 我有很多支 Shaloth Tilbury的唇膏 虽然不算特别多吧 我觉得跟那些唇膏控比 我的唇膏产品应该很少 然后这个是Bondagirl 然后这个是Walk of Shame 嗯 我觉得虽然我跟他们比比较少 但我可能还是会比一般人多一点 然后这个叫Wantanny 还有这个叫Kiss Chase 这都是 好像是他某一个时刻 出的限量版的颜色吧 然后这个是 Patcha那个樱花粉的 那个比较裸粉的那个唇膏 我觉得这个唇膏也挺好的 这方跟白管一样 所以这个 这个有一层就已经收拾好了 然后接下来 就是三支Tom Ford 这个是 然后首先是这个 07PyraDiesel PyraDiesel是这么念的 这个PyraDiesel好像是我记得很出名 就买了时间不长 所以我应该是会留下 上嘴我觉得 好像有一点挑肤色 比较特别白的人才能用 我自己涂着我就 不是特别好看 所以我就一只眼 没有怎么用过 然后这个是我最喜欢 最喜欢Tom Ford的一个 唇膏颜色 是那个Cussycat 应该是04号 是他的那个哑光系列的 我用了好多了 但是这个真的好大一只 所以就还有很多没有用 还是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有点Plum的一个颜色 然后接下来就是一个 10号Cherry Lash 这个Cherry Lash 就是我之前说过了 就是一个 就比较蓝的一个 就那种红色 然后还有 然后还有这样一整套 这个Nars的 这个Mini的一个唇釉 这个是去年的那个 这个是去年的一个限量的盒子 应该是16年的限量盒子 然后看一下保存器有多长 我口为什么他字都这么小 好 崩溃了 然后保质期是18个月 所以我打算把它再用一用 先放在这里 先过扔了 然后我在这里还找到了一个失踪已久的 那个我找了很久的 一个找到我失踪已久的Cherry Lash的修容 我觉得我找了好多次了都没有找到它 所以现在找到了很高兴 然后我的这个唇膏的柜子 好吵 然后唇膏的这个抽屉 目前就是这么多 应该还有几个 看一下 还有 然后这里还有 这里还有就是一个 Pat McGrath的Elson 它那个哑光的正红色 非常好看 是去年冬天才买的 所以要留下 然后这个三只也是Pat McGrath 是它的液体唇膏 这个液体唇膏也是我最近新买的 所以这些就都留下 然后这个抽屉就舒适好了 然后它这里面 我现在已经就扔了很多了 我自己觉得很开心 接下来我要清理的是我的那个 我要清理的是我的另外一个抽屉 然后这个抽屉里面是这么多东西 它包括眉笔 睫毛高眼线笔 我平时化妆的棉签 还有这个海绵 然后我就来单独的给大家展示一下 首先我自己喜欢把我用的这些个海绵蛋 放在这个里面 而且因为它是在抽屉里面 所以就不容易落灰 这样子用起来就更卫生一些 不过这几个海绵应该都该洗了 然后化妆的时候用的是这种尖尖的棉签 这样子来清理局部的时候比较好清理 所以这些就先放在这 然后我要说的是 然后接下来我就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这个小收纳 这个里面有一个卷笔刀 我的这个都很沙发 我接下来就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这个小收纳盒 这些盒好像应该都是在木槿买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小的那个卷笔刀 然后这是一个蓝扣的睫毛的那个 这是一个蓝扣的睫毛打底膏 这个东西保质期应该就只有六个月左右 但是我好像是去年还是前年买的 所以这个应该就不能用了 我就吞掉了 然后还有这个也是 这个是remote mascara 这是那个蓝色的 我觉得这一款不太好用 挺湿的 而且它还容易结块 所以这个我也就扔掉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我的相机没有电了 所以我就拿它充了一会儿电 然后现在我就继续带来说我的这些东西 我刚才说到哪了 我也不记得了 所以我就接着往下说了 我要说的就是我的这个眼线笔的这个小盒 然后这里面呢 我找到了几只 就是已经过期了 比如说这个Mac的这个iPencil 这种iPencil就在我眼皮上比较容易晕 所以我就用了一段时间了 就实在受不了了 再没有用过 其实好多时候我发现是这样子的 就是你这个 就是这个东西不想用了 或者它过期了 其实你也不一定会再用 其实我自己也不会再用了 但是我又会把它放在抽屉里面 然后就忘记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就给自己下的这个 所以我就给自己就是规定 让自己半年或者是一年来整理一次 我自己的这些东西这样子 因为美妆产品就 比如说像这种东西 最就是最长保质线就六个月嘛 所以我就规定就是半年到一年 这样子我觉得比较科学系 然后这个是苏库的一个眼线胶笔 这个就画在我的手上 就是就是这几道 这几道都是 这个我也挺好用的吧 但我觉得它笔芯稍微有点硬哦 没有那个Lowline的那个gel eyeliner那么软 所以那个都是好久以前买 圣诞套装里面戴的 而且我还有两只 所以我就这次度给它扔掉了 然后还有这个Sorata的一个液体眼线 千万不要买 这个就太水了 而且它干的比较慢 所以就比较容易晕 如果这个好处就是它都是里面有个芯儿 芯儿和壳是分开的 所以如果你特别喜欢 特别喜欢用这种的呢 就是买一次比较贵 之后再买芯儿我觉得就还挺划算的 这个就也不怎么好用 所以就这样掉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目前在用的了 就是有这个P palette的这一根 然后还有Tom Ford这一根 这一根超可怕 你看它有多长 就如果你喜欢像我一样 就是跨眼线的时候里经的很近 你要适应一段时间 因为它这个杆实在是太长了 然后还有Misa的这一支 眼线叶笔 这也很好用 之前也写过 然后就是MSH 然后加一个苏库的一个舒默的 然后我自己很喜欢直村秀的这一款 直村秀的这个 那个苏库的就是弹性多一点 苏库的那个虽然加起来也蛮翘的 但是我觉得它那个就是有一点太硬了 自己不是特别喜欢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眉毛的这个 眉笔的这个小盒 这个收纳呢 我打算扔的是有这一支 这个Misa的这一款 你看它这个尖尖这里哦 快快对焦 对上了 它尖尖的里面就以前断过一次之后 那形状就很奇怪 所以我就有点懒得去修正它了 我就打算把它扔掉了 然后剩下的就是我都打算留下的 这个 Hourglass是新买的 这个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这个包装 我觉得是我买过的那个眉笔里面 就跟SRAT可以相提并论的 然后SRAT这个就基本就要用完了 就是这样 就是把它再拧一下拧一下 它那个芯就会跳回去 所以我打算等它用完了之后 再买个新的芯 然后像Benefit这个 就消耗了很慢的一个眉笔 因为它上色特别特别的好 所以估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完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速克液体眉笔 这也很好 就不过我平时用的不是很多 就因为大部分时间我都花的比较快 然后还有这个细心的 这个我自己很喜欢 这个欧兰亚的这一款 这款我觉得就性价比特别高 然后最近特别喜欢用的这个 Glossia的这个眉笔 这眉笔我都基本要用完了 我估计贵真的我就得回购一个 然后所以呢 就可能刚才用相机 每天少录了一小段吧 不过这个这个抽屉 就基本收拾好了 所以就这种大抽屉里面 我觉得买这种 就是你量好尺寸之后 去找这种小的收纳盒 我觉得这个 这个 翻车现场 就是我觉得这种吧 就是你那个看好自己的这个尺寸之后 你看好自己抽屉的尺寸之后 然后去找差不多尺寸的收纳盒 这样来弄一下这样一个抽屉 就是它的这个容量就会变得很大 然后我看它里面的这个电纸 然后我觉得就只有一点点出 就是只有一点点脱胶 所以我就打算 所以我就不打算把电纸拆下来了 然后接下来就再找一个 接下来就来收拾一下我的底妆 就是这里面有一些primer之类 什么primer concealer都有 然后这里面就都是我的底妆产品 然后 让我先来清这个 然后这个抽屉 这一盒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都过期了 因为以前就是 不像现在 就是以前算是一个美妆新手嘛 那个时候就 不太了解自己应该想 不太了解自己想要什么 也不太了解产品 所以就买了很多很多 结果导致那些东西 就是都大概用了一多半 然后现在就全过期了 我打算这次全部淘汰 首先就是这个 就被我用了很脏的 这个CPB的这个钻光的粉底液 这产品很不错 虽然这包装塑料感强了一点 我觉得它还是挺好的 就适合你那个皮肤呢 就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那种 当然它其实那个遮瑕力也挺强的 但是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我这个买的时间有点久了 所以我打算把它扔掉了 这个色号我用的是2110 2110可能稍微会有点 但 让我来看看它还有没有 就还只有一点点了 应该就是我抹上就是这样子的 就虽然说它是钻光 但是它的光泽感不是很强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非常爱用的 这个加人道的粉底液 这个是新的 所以这个就留下 然后这个也是新的 这个是我最近 今天我脸上抹的 就是这种薄薄的一层 这个Bear Minerals的一个 Complection Rescue这个 就是算是一个BB 或者是CC 或者是有色面霜这样的一个产品 然后它自带 就是它自带那个 30倍的防晒 就可以在护肤之后 就抹上一层的这种 所以就日常有的时候 就比较日常呢 就是出门买菜呀 不想这样裸着脸的话 我就会涂这一支 然后这个是我最近 就去年下半年买的 Nars的一个粉条 就可以看出来吧 我用了很多了 但是这个Nars的粉条 我现在当时我还写在用品里面 但我现在不推荐了 主要是它断掉了 就从里面一整块掉出来 但是就我觉得 当时那个景象真的很可怕 就感觉手里面到处都是 就是手里面到处都是粉底的 那种感觉 不过它其实是一个挺好的产品 所以你如果想用这一款的话 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小心 宰小鞋 它真的蛮容易断的 然后这还有一个 这个Sunset的这个粉霜 这个我也买的时间不长 所以这我也会留下 之前我还给它拍过 那个一天的实测 我觉得我觉得 我觉得我那一期拍的还不错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 就看一下 然后这个是好久以前的 那个Derma Blend的 一个很专业的 这下品牌的一个Cover Cream 这个是我以前买的 用来遮黑眼圈的 然后就它内用到什么程度 就你看我好像仿佛 从来都没有用过一样 不过我其实用的次数也不是很多 因为它真的很full coverage 所以这个就是我是推荐给你脸上有很多就是很重的瑕疵 如果你想去遮的话 我推荐这个Derma Blend的这个牌子 它对皮肤的刺激非常小 非常好的这种 然后就是这个用了很多的这个 Tom Ford的一个粉底液 这是那个Triseless Perfecting Foundation 这个是它当时我买的时候 它是新品 然后现在就它还是在卖的 但是怎么说 我已经用了非常久了 然后我用的色号是14号 这个色号对我来说 其实现在是很深了 当时我正好是夏天出去完了之后 买了这一只 那个时候就晒得比较黑 所以这个色号就比我自己本身肤色 买的时候就会稍深一点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 就是底妆产品 有很多就是它保质期没有那么的长 而且它随着它 比如说它快要过保质期的时候 它粉底就会慢慢的氧化 它是这种真空包装 它也会有氧化的现象 现在粉底你就觉得它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每次涂的时候 包括这一只 这个NIT Cosmetics 这个CC Cream 这个真的超好用 然后而且它还是一个pump 就这种是pump的 我觉得就都特别好 而且我买是那一条 买的时候它就比较 就买的时候 就比我肤色深一些 就匀开之后 我觉得它挺匀的 还可以用哦 后来用了一阵子之后 我再用 因为那个时候就没有那么黑了嘛 就肤色渐渐就会回来 我就发现那个 上了脸之后有点太深了 给大家摸一下看一下哦 就包括这个 你看这个CPB的这个粉底液 其实以前是没有这么深的 但是现在它过期了之后 就都会变得更深 就全都氧化掉了 然后你再看这个 就A Cosmetics 这个就超级深了 然后上脸之后 就脸和脖子不是一个颜色 而且它还在一点一点的变身 可以看得出来吧 比刚才还要再深一点 所以这个就 我也要淘汰掉了 我已经用了一年多了 所以而且用的比较多 我自己就不后悔啦 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一款 就是我还是很推荐 但是它4号想象有点少 如果你的肤色没有在 二三百色二三百号 就是不管是黄二三百 还是粉二三百 就你没有到那么黑的 就是你没有到那么深的话 你就一定要买最白的那个Fair 不然就之后它会氧化 就变成这样 人家超级黑 然后还有一个 Loreal的一个Lumi Cushion 这个是我去年买的应该 然后但我自己挺不喜欢 这种产品的 所以就我就用了几次 就没有再用过了 然后这个色号 好像也是买的比较深 然后就没什么可说了 我就不要了这一支 然后突然在一堆粉底里面 翻出来一个遮瑕 就是这个江源道的这个遮瑕 就我用的也特别恶心 然后这个很好 我就打算把它留下 然后还有这个 很贵很贵的AQ的粉霜 这个AQ的粉霜 大概是 就好久 也想不下 是什么时候买的 就好久以前买的 然后可以看得出来吗 就给大家看一下 我用了大概一半左右 因为我自己不喜欢这个屏幕 我觉得它实在是太浮夸 而且每次拿出来 感觉好隆重 所以我当时就把它给分装了 我把那个分装几本用完了 然后剩下的这一半 就一直在这里 我用的色号是401 然后它应该也是 已经早早就过期了 401 就感觉是水油分离的状态了 不知道这个水油分离的状态 对于它来说是不是正常的 我就 我不想再做功课了 因为它这个已经很老了 所以我就扔掉了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 特别特别恶心的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CPD的这个粉柄 这个粉柄 是我以前的时候很喜欢用的 那个时候我皮肤没有现在这么好 就是 那个时候就脸痘印还很多 所以就特别想要一个好的遮瑕 这个粉柄 我觉得遮瑕效果挺好的 而且 它特别适合你在闷着夏天用 因为就是 那种 就尤其是北京的夏天啊 这种地方 就当时我是用了特别多的 就用了不止一个粉柄 然后现在这个就空掉了 我就 再也没用过 一直 一直留在那里 因为来到弯去以后 我就发现 这种东西上脸之后都会特别干 我就再也没用过了 然后 这个也是基本就过期了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扔掉了 而且这个颜色 所以我现在用也太深了 这个是O10 我现在用的话应该就是用I10 O10的话就是晒一晒再用 那个肤色才是合适的 所以这个我就打算扔掉了 然后还有这个海绵也扔掉了 就剩下这个壳子吧 因为反正它壳子都是丹麦的 我就把它留着 以后如果我想再买的话 我就直接买芯就可以了 到时候我直接把这个盒清理一下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 这应该是那个Demma Bland的那个一个小勺 也扔掉了 然后还有 是CPB的一个遮瑕 这个CPB的遮瑕应该是有年 也不是有年头了 就是很久了 你看 就基本要用完了 就只剩这种一小垫 这个应该是我第一支CPB遮瑕 然后买的是 就是美国版的嘛 是那个IRA最浅的那个 然后现在我在用的是日版的那个 LO 那个色号吧 应该是 反正它们差不多 这个我就不打算留着 就也是清理掉了 然后这个NATANANA的这个粉底 这个粉底应该也是过期了 然后其实我都快要用完了 就就是 因为它这个是真空包装 所以你挤完了之后就看到 就不剩什么了 所以这个 我就打算把它扔掉了 我当时也写过这一款 我觉得真是很不错 然后 现在就只剩下这个 Armani的一个 这叫什么 这叫Lumini Silk的 不对 应该不是吧 就是一个泰塞粉饼 这个粉饼 我觉得就是它这个产品 做的是挺好的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升级 就是非常细腻啊 非常非常好 就是我自己觉得它更适合 用来定妆 不适合直接上底妆的那种 然后这个颜色我现在用的 也有点深了 然后它是保值期24个月 应该也是过期了 我就在想 我可不可以把它这个 替换芯拿下来 所以我就这个先不打算扔 让我研究一下 网上有没有替换芯卖 我可以买一个比较浅的颜色 所以 所以底妆 所以清理了一下底妆之后 就只剩下这几个了 然后再来清理一下这个 Section 这个Section 算是什么 算是什么 就是primer的一个Section 然后首先就是这个 也是用了好久的 这个Tom Ford这个隔离 这个隔离我也用过一些 然后我自己以前写过 我就特别讨厌它这个头 就拧半天都拧不上来 我感觉它可能有点坏了 而且这个东西 而且这个款隔离 其实它是一个很好产品 但是它味道特别奇怪 就感觉像张老一样 刚买的时候还不觉得 就时间久了 那个味道也特别浓 我实在是有点受不了 然后就闲置很久了 现在就赶紧把它扔掉 然后还有梅宝盐的这个遮瑕 这遮瑕好像也用了快一年了吧 然后我自己实在是不太喜欢 它这个海绵头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洗 这产品是很不错的 所以如果是这个好可心 所以我就这个我就打算 就不要了 就以后不会 应该不会再买 这种海绵头的产品了 然后还有这两只隔离 就是CPD的这两只 它这个 我就是平时呢 就是平时如果天气 就是不是特别热的话 我自己就很推荐这一只 我觉得这一只上也特别舒服 然后这只基本就用完了 买了也很久了 跟钻光粉底也一起买 它们是一起出的嘛 所以这一只也不要了 然后这一只就也基本没有了 它是另外一款 就是这一只感觉就是给皮肤比较油的人用的 我自己用就是 因为我是混干皮 所以我就以前是在国内的时候 在夏天的时候把它涂在皮区 我觉得这个就很好用 就不会拔干 然后也不会很油的那种 所以这个我也觉得也不错 不过就都需要被淘汰了 然后还有一个Hourglass的 这个No.29的一个 这个primer serum 这个特别好用 我觉得 就是比如说你的那个粉底 比较不服 天气特别干冷的时候 用这个就是粉底 一定会被剥烂的特别好 然后也不会有那种干纹出现什么的 所以这个我打算就留下 好像这个也用了比较久了 不过感觉这种 不过我自己很喜欢的那个妆效 所以我打算把它留下 然后这还有一只KWK的 有一只KA的这样一个primer 然后这个就是 这个应该是用来 这个应该是给 就是中线偏油的皮肤用的 所以我就是 偶尔 所以我偶尔会把它用在皮区的那种 所以这个也会留下 然后这里 哦 这里有一只那个眼部的打底 然后这眼部的打底 我觉得就还可以吧 如果你眼皮特别干的话 我比较推荐这一只 因为其实它持妆度没有那么好 就是打底的感觉还不错的那种 所以这个是我 其实是最近新买的 所以这个就肯定要留下 然后这还有一个什么 Lamere的Perfecting Treatment 这是个什么东西 我不记得了 然后它很小 然后也扔掉了 所以呢 这个 所以这个primer清理好了 然后就再把 让我再去 就是把所有的遮瑕都整理一下 然后其实我手边的遮瑕也不是很多 就是大部分都比较新 然后我 我自己想淘汰的 就是这两个 首先就是这 It Cosmetics这一款 这个Bye Bye Under Eye 这个特别好用 但是它实在是有点旧了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扔了 然后还有一个 倩碧的一个类似 YSL Tushikola的一个 那个东西 这个我觉得比YSL的好 我推荐给这个干皮的朋友 然后这些我应该是 之前写的遮瑕合计里面都写过 它买了都比较久了 所以就打算都扔掉了 然后这个是我自己买的 那个之前用过的 也有写过的 By Terry的这个 就液体的遮瑕 所以遮瑕度 我觉得就中等吧 就比较水 然后比较润的那种 比较适合冬天 特别干的时候用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产品 它这个保质期应该 还在保质期 所以我就打算把这个也留下 然后这里面就还有 突然发现少了一颗 让我稍等 让我找一下 然后找到了 首先就是 这个这些我都说过的 这个是那个Galacia的遮瑕 我觉得很好用 然后也买了时间不长 所以就已经是留下 然后这还有一个NERS的 这个 Soft Matte Creamy 应该是这一款吧 对 叫Soft Matte Complete 这一款 我之前用的是2.5号 然后我又买了一个Lite 2号 2号应该叫Vanilla 然后我就是这两个 就是是我自己最近最喜欢的 然后日常的话 我觉得Galacia这个也很好用 所以就把它们留下 然后这个是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corrector 就非常粗 可以看得出来 然后它有一点提亮的那种成分 是用在 我一般用在眼下 是那个Bicard的 这个也还不错 这些都是比较新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 就没有什么需要淘汰的 然后我发现我的 CPB的日版的 那些遮瑕就找不到了 不过 不过就先这样 我可能 不过就是 因为我现在整理这个抽屉嘛 我不想把这个上面弄太乱 所以就先整理 先把这些整理好 然后待一会儿 我觉得少了什么 待一会儿收拾收拾 就会发现的 再把它堵回去 这样 所以这个底装的抽屉就收拾好了 然后我刚才就说找不到 然后我刚才就马上就发现了 所以这一支日本的CPB 遮瑕我也会留下 刚才差点 刚才差点戳到自己的手 好痛啊 然后接下来我想整理的是这个抽屉 这个抽屉的内容主要就是 蜜粉 高光 修容这些就是 就是这些面部的powder产品 就基本powder或者是corium 就是面部的powder啊 corium的产品就都在这 哦 巨重 这个 这个真的好重啊 刚才撞到了我的手 就有可能要附伤了 然后就 好多东西都比较老 然后还有好多都没有 从来都没有用过 我觉得我可能有一些需要 需要它那个 我觉得我可能有好多都需要 来清理一下 首先就是这个 Lamere的这个散粉 这个散粉是旧版的 就其实 我用过挺多了 但是因为它实在太大了 所以根本就看不出来 我有用过一样 只是看出来包装比较旧了 毕竟它这一块有25克 因为像这种东西 感觉这种粉状的 保质期其实还是蛮久的 所以我打算把它留下 但是它实在太大了 我在想 就有没有什么好的 Depot的方法 把它压成一个蜜粉饼 就比如说 这个CT的这个蜜粉饼 我用完了 我在想是不是可以 把那个Lamere的那个 就把它放在这个里头 压成蜜粉饼来用 也许会比较好用的这种 所以我就还是舍不得把它扔掉 然后就是这种罐装的蜜粉 我其实用的比较少 然后剩下的这一罐 就是去年的 我收到了一个 江源道的一个酸粉 这个我之前也写过了 就是Face Powder 这个非常好用 特别特别细 它跟Lamere不一样 Lamere那个就是 它是稍微的 有一点小小的珠光在里面 这个就是什么都没有 就是那种比较透明的那种酸粉 然后就干上脸之后 我觉得就非常的新颖 然后而且会让底妆看起来 更干净的那种 完全也不会拔干 就对那个持妆度 还是有一点点效果 像Lamere我觉得 一点效果都没有 这个是12颗 所以这个就比较轻 把它留下 然后还有这一支 这一支我不知道是扔还是不扔 因为这个是我最近 那个beauty类伏袋里面带的 就RCMA 就是这个散粉 我一直都特别的期待去尝试它 但是我试了之后就感觉 就是它就是nothing 就什么都 对你的脸就没有任何作用 我不知道是我自己皮肤的关系 还是怎么样 但是我上脸我就感觉它 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功能的 一个所谓的散粉吧 我觉得就是 可能就是因为它 就是什么那种功效也没有 既不拔干 也没有那种磨皮的 就是也没有那种 就是云镜底妆的感觉 就怎么什么 反正什么功效都没有 可能就是因为它是这个 所以才比较适合baking 但是我自己又不喜欢baking 所以我就现在还很矛盾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非常老的 这个大家可能 就是如果你当时 前些年就是有 比较关注美妆的话 都不会错过这一盘吧 就是Hourglass的 这个三色的高光 和Bronzer的一个盘子 这个我是真的买了好久好久了 不过它这个品质 一直都没有变 也没有变质 然后自己用的最多的是 中间的这一盘 所以这个我应该是还会留着的 然后看被我用到什么程度 这包装它字都没有了 然后这有一个自身堂的 好几年前的D program的一个 就是蜜粉饼吧 我觉得算是 可能是蜜粉饼 可能是粉底 我当时买的时候还记得 现在就不记得了 然后这个产品 其实还挺好用的 但是就有点久了 然后它携带也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就打算把它扔掉了 大概得有 就是四五岁高龄了吧 这样 都不会有